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买了派骨汽水 看电影吗? 嘿! 买齐派骨汽水 当然来讲回家听影话春秋啦 好 回来影话春秋啦 接着就讲了另一套恐怖片 这套恐怖片就未上网的 8月17日才正式在香港春秋 那我时间也迟了一点 因为我记得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这套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出了碟了 我两个月前都在台湾看了 这套电影有没有记错 应该在外国是16年 是不是16年 16年左右做的 这一套电影就是无名思绪咒 那也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 《我爱五夜长华节》里面 那是其中一套电影 那如果先讲一讲 那以今年《我爱五夜长华节》来讲 那它正式官方牌是三套的 一套是这个《曬血成人礼》 一套是《无名思绪咒》 另一套是《失眠》 那这一套不是最差的一套 那哪一套最差就不讲了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大家听回之前的节目了 你现在有没有看《失眠》 那当然有 要不然我怎么会讲呢 是你有分讲的吗 《失眠》我有看 但是不够这个厉害 我们上集也有提过 称赞过她 就是她看了两次 是啊 她就是不好的 她也去看两次 因为她为了 所以 借票她是appreciate的 她是唯一一个appreciate借票的人 就是说了一点点借票 我觉得借票是 不是借票来的 现在的借票 现在要谷票 是的 因为你 我今天星期一 可能你出个post 我星期二 我会去哪几家戏院 哪几家戏票 这个不是借票 这个是宣传 真正的借票是什么 那时候 是不是人间喜剧 那时候人间喜剧 杜汶泽 没有事前同意 低组的 不是 再之前 她和王祖南 和王祖南 和王祖南 事前没有特别说 去哪里借票 突然间出来 这些就是借票 那你事前 喂不是 我来周五 我就会去哪间戏院 哪间戏院 几点 会借票 是的 会去借票的 那你就会 我想问你们 反正都说到上次 你又提到这件事情 有计程度的借票 是不是彭秀慧先搞的 不是 不是 一定不是 是谁 帝族喜剧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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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现生活党 是的 叫什么都好 但这个一定不是借票 我只会归类为一个宣传 嗯 那说回这部电影 要无名思嘴咒 为何这部电影 补充一点 为何这部电影 又会无端端又拉回失眠来说 除了之前刚才你说的 有这个 也是我五夜长环节的 五夜长环节 还有就是 我开始 初初在这部电影上的时候 我经常搞错了 它是跟西班牙那套奸丝那套 那套叫做D2 Place会放 好像叫做的 炎丝搞翻山 是的 我开始 我未看之前 我未看之前 咦 做什么 上完又上 那么好看吗 因为那部电影真的不是那么好看 overall也不好看 对不对 那部电影 不浪费时间 围绕而绕 真的很多余 那些网上就吹得他大一大 之后 你不会把这个无名思 和炎丝搞翻山的东西 混乱了吗 不是 不是不是 之前是Sun Monday 哎呀 开名对不起 Sun Monday 不经常在那里说 哪里哪里好看 哪里哪里好看 哪里哪里有就理想 但其实整个外国已经上了 反正他又自己没有看过 那些东西 吹得很大 那简直是不行 就是那一套 我开始就有点骂乱 后来 因为我看那时候 同期 我在台湾看的 就是上失眠的 大家都 suffer过失眠的 那些很差的东西 哪怕他们经常在那里说 如何拿吐套袋入场 叫你准备好 没有吐套你也要吐套 对 对于我们来说 连勾行都不如 因为我们大家看得太多B片 对吧 尤其小的那些 很乱来 就是乱来 我觉得很普通 很湿碎 尤其是他整套电影 我当时失眠 就是那些汤丝 喂汤而汤 喂食而食 完全跟剧情相接不到 然后那些道具又是假 你觉得很差 也不要说他给那些 那么 刚好 在同期我就入场去看了这套电影 这套电影有汤丝 对吧 这套电影有解采 我觉得那些汤丝解采挺好看 开头是挺震撼的 哪怕我们还看不到 这套电影 我觉得它不是靠影像的 它也是 因为它是用它的 这个真的是靠桥段去 去回答的一套电影 因为好像我和Mike这些 喂 有什么自大 有什么坏的东西没看过 自大点说 坏的说 喂 我们有什么没看过 有什么有什么 硬硬的 就是硬血声那些 我和Mike也看很多 那这些 喂 湯丝的 那 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不特别的 所以 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 它是借一个叫做厌尸的东西 去带出一个恐怖故事出来 现在它的厌尸 它是做到厌尸和一些恐怖事 它是可以做到有关联 去慢慢逐层逐层去 去推敲下去 它是有步骤 有铺牌的 反而 反而 就说回10年 你 你 把脑袋回去做什么 没有特别的 是 你说医学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的 是 你觉得它不停地拍摄书包 而且 我最接受不了 就是它的结局 最后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要吃它 你干什么要这样 你是唯噓而噓得 你吃不到 是不是吃它 不是 但是问题是 又不漂亮又拍得 你不会害怕 我一点也不会害怕 我觉得它很噓 但是我不觉得它害怕 回来 转转 7年 因为 现在你们看这个版本来说 其实剪了一点点 在台湾看没有剪的 你讲台湾的《失眠》没有剪过 你不是想着我在香港看完一次 我就好像他那样 特意进去看一次 为了剪过一点点 就是你看那个是银咳过的版本 你在台湾看的 不是吧 不是不是在香港看的 其实 我们现在在香港看 看到它是食手 是啊 即是失眠 嗯 电影节放的版本是有玩抢的 当然 如果以我和Mike的准确来说 对 又说回这套《厌尸》 这套《无名思嘴咒》 其实我为什么会看这套电影呢 因为对我来说 这些东西很很普通 因为我留意的是 那个导演 是一个挪威导演 他在2010年拍的那套电影叫《Trollhunter》 一些艺术纪录片 可以拍一些山野巨人妖怪的一些故事 那套电影是很好看的 你什么时候看的 那套电影呢 我那时候在库村看的 哦 库村国际奇幻电影节 那套电影是很好看的 嗯 但是就 香港没有照片 也好像没有中文字幕 source 可以找到的 但是如果这个有机会 可能都会 他会不会 可以和大家再谈多一点 但是这套电影是很好看的 对于我来说 一个这么有功解的一个导演 拍一套《荷里活》片 虽然那个桥段 我来说不启品 我都会想看一下 他去了荷里活 会拍些什么出来 而其实他最终拍了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是 OK的 合格了 我挺好的 挺好的 OK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就很少看这些纪录片 为什么我不喜欢看这些纪录片呢 就是我不是说真的害怕 通常看这些纪录片 我都没有什么感觉 坦白说 哦 你也有看《Trollhunter》 不不不 就是我说了其他纪录片 其他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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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太多纪录片 是纯粹 就是运用那个血声 和 运用那个音效来去行 嗯 我觉得其实这些很流 我都知道你 我都知道你什么事 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 他在几个月前 未上 我在台湾看《Trailer》的时候 其实他《Trailer》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穿不穿过的 你也可以上YouTube看他的《Trailer》 他其中有一个条段 就是说《铃铃》 说《铃铃》 其实他从他的《Trailer》那里已经出来了 就是说那些死尸 需要绑那个《铃铃》在里面 以前的古代 那些验尸官绑那个《铃铃》在里面 要确定那个是真的一个死尸 因为你一看下去的话 如果他会响的 那他就 即是不是死尸 那样 其实在《Trailer》已经看完了 那时候我觉得 那条《Trailer》 可以啊 接着去看 overall 你看到他是人少 场景少 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就是人少 场景少 接着靠个故事和气氛去写出来 他这套是完全做到的 对不对 完全做到 就是说他是劏尸 他就是说你劏表面的 第一个stage是做什么的 接着拿个心脏来做什么 拿个肺出来做什么 接着拿个脑出来做什么 其实他是完全说了给你听做什么的 是合情合理 所以其实我这一套戏来说 我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玩尸体的时候 很好看的 很传人入声的 就是他做每一个步骤 都有根有句 解得到 我会说得通而不是隔音 而且是经历片少有的严谨 他不是 他 大家有看失眠 你都知道 他拋很多理论出来 但是理论是 像王秋生说很多英文 那些理论是被王秋生发挥的 你只会觉得 哇你大哥 影帝你不要这样拋书包 但是你 你拋书包 你拋书包对于剧情的推进 对于剧情的表现是没有帮助 你只会觉得他为拋书包 而拋书包 他角色你又不会觉得 哇这部剧情很厉害 他只是说到你一头没水 就是这样 但是这部电影 学你们说 他的理论 你会觉得是严谨的 而且他实际上 他又没有很拋书包 他一路做一路告诉你 一路告诉你 一路告诉你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就是简单说故事 说什么 我都知道内面的故事 就是说一对父子 又在 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地方 就是那些小镇 小镇 小镇 开过解否室 我也不知道那些叫什么 那些 他们是职业的一个验尸官 已经是第三、第四代了 第三、第四代了 一路都是父存子 子存孙地传下去 传到他们这一代 就是爸爸和儿子 然后有一天 他们临下班的时候 有个警察送了一条尸来 说是赶紧的 他们就即晚去做个解剖 去找出这条尸的死因 那里都是什么 一路劏务一路找 发现很多不对务的东西 最后当然是恐怖片的格局 有些事情发生了 他们又如何去面对 但是这部电影 就是好看的地方 就在于 他劏尸的阶段来说 他是真的不断地找了很多东西 很多证据 然后他们再慢慢 将这些证据分析 再组合回 到底这一件是什么事 那里是很好看的 而且他也营造了一个恐怖片 那个气氛的格局 他有些原因 你有点害怕的 其实我挺喜欢 是他 起码可以将一些 薄荷和一些超自然的东西 不是完全解释得到 起码可以有关联出来 你看到他玩到中间 就是他玩一些武术 神秘学 他也很精彩 起码他先推断出来 对 不好意思 又要返回那些十年 黄秋生在抛书 说一些人 怎样可以不睡觉 我就是研究 怎样不睡觉 都可以 很好的 但是他的故事 发展下去 又不是的 就变成抗日神奇 对 你说的东西 好像跟你做的东西 完全不搭配 没有关联的 你那个时候又不能这么口响 大佬 会是这样 不要这样 这一套不同 起码 为一些未知的东西 就用一个科学态度 去慢慢抽屎摩扎 去分析 这个位置 他会不会这样 我们估计是这样的 然后再慢慢 不要紧 我们现在未找到的答案 我们还有下一个步 再去看看有什么发生 再去推测 逐步逐步来的 而每一件事 他都能接到 可以和结果 是解得通的 这件事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步 他一路拖 一路 到底再拖下去 他会 发现到 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他这一件事 很吸引到 观众一路一路去看的 就算我跟你看 那么多 所谓这些 噗噗的东西 广播片 他整个气氛是害怕的 即是他 他不是 他甚至乎不是 原子温那些 无端端客人出来 无端端去 他会害怕你那些害怕 他是慢慢 慢慢 透过故事去建立 去建立一个气氛 而 你会感觉到 可能有一些事发生过 然后会来 他不是靠一些影像 或者一些声音 他就是靠一些情节 去增加恐怖的成分 不断踏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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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说 有些动物死了 无端端 然后说到G-tastic爆了 就是 他这些是营造了气氛 但是有 不至于太多血 而且 他是 一开始 很快已经 已经将 他需要说的背景 全部交代 一去到湯斯 开始 慢慢慢慢去 完全连回 去到某个位置 接回他之前出现过的东西 是解通的 不是突然间 一声 彈出来 而这个人 就这样了 不是这些 他真的 说得通 他有铺牌过 不是说来就来 我甚至乎 去比较这套 我们不要再说 失眠那么大事 这些东西 就是那套所谓的监司戏 那套奸司戏 大家有没有看到吗 我没有 OK 不要浪费时间 他在傻子里 就是说三个人 走进去念诗房 之后 我觉得女儿很漂亮 死了 然后他们就去奸司 然后就为奸司而奸司 然后在一个念房 发生很多事 你听到像不像 很像这套戏 就是在高个气氛 但这套戏没有奸司 不是 我意思是 不是 我意思是 是不是好像在一个气氛 一个格局那样 那套发生 但那套戏是很差的 那套戏就是 你怎么办 你搞什么 我奸司 我很特别 你其他人没看过 以前那些作物特区都看过 所以你觉得没有特别 而且整件事就是 很没有东西 平方秩序 但这套戏 虽然只不过 它真的只有几个场景 一间房 它的验尸房 最多是出现这两个 最多是电梯 没有了 三个场景 但三个场景 然后头头尾尾 都没有十个人 真真正正做戏的 两个人 最多加三个 和女朋友 三个而已 就是这三个人 可以讲了一个 九十分钟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很实际的 有时电影 我们常常说 我们不懂得看电影 而我们所谓的 看不明白 导演说什么 之后 就去表达一些意见 告诉他们 其实这部电影 真的不太好看 我自己很坚持 一部电影 是一个剧本 你写出来 你有多实际 是吧 就是在这九十分钟里面 究竟怎么去推 讲一个什么故事 出来 我们得到一些什么 然后导演 演员 你不需要很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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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去歌颂 我只有很少的计划 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特技 是吧 不过你 可能会贵 我觉得不排除演员片 可能都会贵 是吗 因为Abrain Corsa 和Emma Hurst 都是你叫得出名的演员 去拍摄这些所谓的B片 一来我觉得他们是剧本comment 到他们去偷拍的 第二 他们两个片集也有回到一场 变了 也有这么少的计划去拍 其实是好看的 甚至乎 跟我们对上一节说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来比 我觉得这一套戏 反而才是不能够穿竭的一套 嗯 是啊 所以你见到我们一直没有去看 尽量我都不看 因为其实他 尤其他汤詩的步骤 其实每一部分都重要 是的 都是给你多一些惊喜 反而反过来 刚才说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 你不能穿竭 有什么也不能穿 我看完整套戏 我也不明白 会是一个这样的分别 这一套戏没有跟你说 说不要穿竭的 甚至乎 那些PR宣传那些没有说过 他只是说 大家觉得OK的 可能上网站两句 和大家推介一下 没有说过说不要穿竭 但我看完 我觉得这套戏 那些桥段 可能真的不是这么穿得 其实会不会 甚至乎 他们的宣传PR 都不是 都相对地忽视这套戏 你觉得普通东西而已 这么辛苦 自己也没有看 都不是 很出奇 是吗 怎么样 Thomas 我觉得 反而是 放得太久时间 都一来 因为如果真的 好像我和Mike 这些喜欢看B片的人 其实这些 我相信很多本地的爱好者 已经看了 因为老实说 完全可以买到铁 完全可以买到铁 我希望这间公司 就会迟些 他手楼上的片 可以拜售一些上画 因为我知道 这间公司的手楼上 都有很多好片 他其实是 可能是买了这五个片 很久 一直都不能备期 有可能是卖不到期 也有可能是 他等到时间久了些 才买那部片 那部片 那版权费就会便宜些 其实不如叫他买完 曬血性人礼 好像有版权的环球 好像是 会出业的 因为这一套 曬血性人礼 是不是RAW RAW 曬血性人礼 RAW是有版权的 我记得是 这一套我又不厌其犯 再说一次 今年 《我爱五夜长话》 刚好我都看完了 最好看的 我都会给到曬血性人礼 所以这一套是值得留意 但不代表这一套 《我爱五夜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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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一个欧洲导演 去到《我爱五夜长话》 我觉得他的创作字 不多不时会 一定会有组 可能整部电影都在拋书包 可能会怕观众不太习惯 可能整部电影都在拖书包 没有东西看 因为他创作那些 完全不落逐 引人入圈 所以到后面 就变成了很传统的恐怖片 就录与收彩 录与收彩 录与收录 其余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好看的 而且他有一些桥段 我觉得都怪怪的 例如为什么突然 那个女朋友走出来 因为我有点磨不着头脑 传统部片的感觉 是的 传统部片 就要制造一些桥段 即是他去到后面 就要变成一部恐怖片 也没办法 但《Overworldly》这部电影 是好看的 值得看的 而且这部电影的结局 他也写得挺好 写到可以拍很多集 结局是方便他继续拍 方便他继续拍 然后拍第二集 第三集 因为很多欧洲导演 去荷里活再拍 其实 拍这些经历片也不少 之前可能《血色月亮》 导演和《三大雅茶》 去荷里活 拍过《深山有眼》 拍完之后 《深山有眼》 都已经不是他拍了 所以这些不奇怪的情况 我觉得 某程度上 欧洲导演 其实反而是不留在太多事 因为他们可能去荷里活发展的 那些 都是有这么长的功架 才会选择过去的 那么 《无名思绪》 就说到这里差不多了 那么 未来今个星期四 有什么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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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找一找 今天星期是 主力去看 这个《大惠莲治》的展览 开始做了 开始做了 是啊 所以就有很多电影 看了 那也有些上正常的电影 那我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套 在8月3号上玩的电影 就是《沙海47米》 也是一套低成本的制作 这套又有些背景值得说 因为原本这套电影的公司 只是打算运动视频 最终是另一间《仙音缘》制会 看到之后 又跟他们买了个发行版权 做发行 那这套电影好像成本是几百万美金 六百万美金 但是收了四千万美金 对了 而且将会开一集 真的有钱多次水 那也开得到一集 可能这套电影是有他一些可趣之处 但是《白沙》也拍到第三集 第四集 怎么那么出奇 《飞沙风中转》也拍到第五集 接下来第二套电影 《多拉A梦》 《大红之南极冻冰冰大冒险》 典型的叮当 每年暑假都有 每年暑假都有 但是每年都可以收到的 我上一套已经是3D叮当了 我也是3D叮当 我建议你看这套一定比《猫星人》 一定比《猫星人》 《猫星人》 哎呀 我等了整个礼拜 就是想当你说猫星人 对了 快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么说不对 因为《多拉A梦》的大电影 他有一件事是好的 他是不会当大人是舞蹈的 是 他不会当所有观众都是小孩子 Mail星人有没有当大人舞蹈 我觉得是 甚至是 我可能当小孩子是白痴 但不是 看一些评分 他是比《猫星人》高分 《猫星人》高分 《猫星人》高分 还有邓扣克 高分是邓扣克 高分是邓扣克 是呀 高分是邓扣克的 因为你看《叮当》的长篇大面演 其实他的剧本 我记得我看了这么多套 应该都没有哪一套的剧本出事 其实内容也很扎实 有经验场面 有道具 要哭 要哭 可以哭 所以这套 如果你是多拉A梦迷 我觉得绝对可以入场看 第三套 就是《黑金叛图》 这套其实是下一套 舊片来的 如果你看那套 最后的《Encredit》 是写2015年的 也救得挺重要的 更舊一点 跟刚才说的《无名之诅咒》 是同一个发行 有这个伊云麦齐拉 长头发 飾演一个大学教授 在一个山卡 里方波诺哥 认识了俄罗斯黑手党 俄罗斯黑手党 被人追杀 谁看过这套戏 你看过吗 15年你看过不出奇 因为我在台湾看过 我看过这套戏 OK的 我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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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过了 肯定看过 接着就 给Evon物体格 叫他拿到英国MI6O 是 我看过 这套戏 这套戏 我自己看了 看了《优先场》 我觉得他摄影做得很漂亮 他拍了那些景拍 因为他在很多地方拍的 那套戏 在英国也有拍 在摩洛国也有拍 在巴黎也有拍 在柏林也有拍 拍了很多地方 他的景拍得很漂亮 他的故事都很正 但我嫌他 他写的那些政治阴谋 他写得太多表现了 我觉得 他写英国的议员 和黑手党的关系 和俄罗斯黑手党 他写得比较便宜一些 有可能他的小说 是写得很复杂的 但当你变成电影的时候 可能他不想写得太深 所以他就简化了很多东西 你变成了很多东西 都是你预计之中的结果 还有 我觉得E.A.M. McGregor 是不适合做这些角色的 不适合他 他现在很沉悶 适合长头发 不,不关事 你有机会看这套戏 你觉得他很沉悶 还有那个女主角 即是他女朋友 又一点都不吸引 虽然他很穷 又不漂亮 但俄罗斯黑手党做得很好 是的 那个演员我不太记得他的名字 但这套戏呢 在香港是三级常画的 因为他有一些 性侵犯的场面 那就不突然 就变成三级片 未本18岁 就不好意思了 本来有一套 有两套 毒品 我先介绍一下 一套就是 Emoji大冒险 我开始以为这套都是 开心心 就得淡笑 看IMPV的评分 吓死你 只有一点几分 Metal score 只有9分 是100分 满分 然后有9分满分 这些你才要看 就是E.V 就是为何一套动画 纯粹是哄小孩开心气 为何他得到这样的分数 我反而有点兴趣 入场看的 好少学有这么低分 因为我看这么多 荷里活的3D动画 那些CG动画 真的没有一套 弄到这么低分 我都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香港版又说 有郑伊健 王晓峰 和麦明斯配音 看看会不会 看广东话版 就更加伏了 最后有一套 更加短点 就是因为 你在那些 时光网 豆瓣网 你是看不到那套电影的评分 那套电影叫做建军大业 这是建国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上次是建党 建国大业 建党委业 建军大业 这一套电影是由 无间道的大导演 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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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又被人罵得禁 那部電影是要先求大戰 被那些孖虎的朋友 影片就放了上網 劉鎮偉就是被那些歷史人物的後代罵 他說他選某些演員 是選擇一些太過鮮肉的演員 拍某些歷史人物 令到歷史人物教人有不滿 嫌他太過錯 還有這部電影 你去豆瓣網、時光網 你是看不到評分、看不到評語的 我之前說 這部電影是不能罵的嗎? 這部電影真的不能罵 罵了他也不告訴你 這部電影在大陸的票房 就是大幅度輸了給吳京的新作戰狼2 吳京的前途真是陷幼 不是 他真的陷幼 因為他做低了一部電影 因為你做低了角插片 角插片 然後就出事了 然後就出事了 然後就去拍馬拉拉片 然後就 唉 真是傻了 傻了 還有沒有其他戲場 不是 吳空主敗仇 吳空主敗仇 我也看過 我覺得是OK的 不差的 不差的 就是靜不住 靜不住 靜不住 我覺得我對戲不對人 你又自負對人 我對人 好了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